大家好 我是老胡 欢迎您关注胡关正经 今天我们聊一聊中国的富豪排行榜 因为在2018年的10月10日 这个胡润百富的排行榜发布了 那么这个榜到底有什么变化呢 我们首先看到 从榜单的前十名来看 阿里系的马云家族重回了首富宝座 去年的首富许家印退居第二 马化腾占据第三 那么在前十名当中 入榜最多的是IT行业 房地产行业居第二位 那么这个变化倒是比较平稳 但是有一个变化很引人注意 那就是前一段时间 在美国上市 而且面临很大假货风波的 拼多多创始人黄征榜上有名 而且排名真的不低 到了13位 财富值高达950亿人民币 而我们知道今年距离黄征创业才三年时间 所以大家都在说 这个黄征很有可能是历史上最快达到千亿财富的企业下 果然是拼得多赚得多 我们发现今年不仅是黄征 所谓年轻的创一代 登上胡润百富榜的其实不多 除了黄征 还有今日头条的创始人张一鸣 榜单显示张一鸣先生的财富值是650亿 位居26位 大江无人机的汪涛也在榜 大概排在46位左右 那我们这里看到了这里的佼佼者 显然还是拼多多的黄征 胡老师出书了 教您如何成为现代如商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胡关世事 回复送书 就有机会免费获得实体书一本 我们知道今年6月份 移动社交电商平台拼多多 向美国的证券交易委员会进行了IPO的申请 那我们想可能黄征自己也没有想到 拼多多在美国的上市 会在国内引起这么多讨论和关注 不论如何 拼多多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登陆了纳斯达克 根据拼多多的招股书 拼多多的CEO黄征 持有拼多多是20.74亿股 持股比例高达50.7% 那么其中腾讯也持股了 持股比例是18.5% 那么拼多多正式上市那一天 市值高达1600亿元 大家想一想 拼多多从成立到上市 就用了三年时间 创始人黄征还是个八零后 还不到38岁 所以你看一看 拼多多的上市 让一个人三年的时间 身价就接近了千亿 那么这一次公布的具体数值 大概是950亿 而在9月13日 拼多多股价暴涨的那一天 黄征的身价最高曾经高达155.38亿美元 超过1000亿了 他一度超过了小米的雷军 我们讲真是长江后浪推钱了 而且我们看到在这一次的排行榜当中 房地产行业的风光完全被互联网所遮盖 不仅仅我们说是首富翼主 由许家印变为马云 马云家族的财富达到了2700亿 那么许家印财富缩了一定的水 当然缩水之后人家还有2500亿 马化腾是2400亿元排在第三位 那我们看到在整个今年的前十名当中 互联网科技企业占了四席 包括阿里系腾讯百度和小米 而房地产企业仅占三席 恒大 碧桂园 万达 我们说就在五年前的2013年 胡润百富榜的前十名中 房地产最高就占据了六位 而在2018年的胡润百富当中 房地产行业只有34个入选 而在2017年曾经还有35个入选 所以从这些富豪的排名变化当中 我们也能体会到近几个月来 中国经济行业的一些发展和变化 我们也是准备了一篇文章 向您来详细介绍最新的 胡润百富的富豪排行榜 从中都能读出一些变化和小逻辑 如果您想阅读这篇文章 欢迎您关注胡关世事的订阅号 输入关键词 富豪排名 我们将全文为您推送 在节目的最后了 感谢荣贝网对胡关正经的大力支持 荣贝网 咱们自己的品牌值得信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